高雄的古山區發生有人持刀蟹 當街做事攻擊路人 這名嫌犯21號上午喝了酒之後 拿著兩把刀蟹 當街揮舞 很恐怖 騎士嚇得丟下機車就跑 原來一名男子當街持刀蟹 試圖攻擊還步步進逼 他可能有跟他醉到眼 他就罵人家 嚇到跳車然後躲進來 只是因為被看一眼 男子就揮舞刀蟹 做事攻擊還沿街叫囂 警方趕來處理 他全盤否認 你冷靜下來 你冷靜下來 你怎麼了 民眾當場戳破嫌犯謊言 他態度輕挑還故作鎮定 都為民眾募集 嫌犯21號上午 在高雄市古山區這個路段 沿街揮舞刀線 還打算攻擊路過歧視 誇張的是犯案前竟然還警告 旁人不要多管閒事 警方趕到現場時並沒有發現被害人 嫌犯也一再狡辯 僅僅是走後發洩情緒 但監視器畫面已經拍下案發過程 儘管被害人表示不提出告訴 但嫌犯的行為引發民眾恐慌 涉及恐嚇公眾罪被移送法辦 記者葉洪榮高雄報導